每天晚上,到了半夜12点或者11点的时候,宋美玲就会对贴身秘书说,你饿不饿?请你替我到冰箱里拿些火鸡肉来,好吗? 昏昏欲睡的贴身秘书只好马上到冰箱,拿出一些现成煮好的盐煮火鸡肉,送到宋美玲的面前,吃鸡时,宋美玲有一个怪习惯,她从不吃火鸡肉快的部分,她把火鸡肉挑到秘书碗里,自己啃火鸡骨头吃,啃得津津有味,这个怪习惯让贴身秘书感到不解。 对此,宋美玲说,火鸡骨头有味道,我爱啃骨头吃,起先,秘书因没吃过火鸡肉,还有些新鲜感,但几天以后,就有些发腻了,以至于后来,秘书实在是受不了,干脆就告诉宋美玲,报告夫人,我不适合吃火鸡肉,我吃多了之后闹肚子,我可以不吃吗? 宋美玲看秘书确实是面有难色,也不勉强,就说,那你少吃一些吧,你可以吃光。